记者方志贤高雄报道,高雄医学大学校长刘敬宽作卸任,高一大董事会今发新闻稿纸,由原副校长杨俊玉代理校长,叛极杨上任让高一度过非常时期。 但高一大校友总会也发出声明,反对杨俊玉代理校长,要求教育部责令董事会重新临选代理校长杨俊玉是台大公共卫生学系,研究所毕业,后取得美国耶鲁大学环境卫生科学系博士学位,其专长领域在环境流行并学及生物统计。 曾任高一大公共卫生学系,所、主任、健康科学院院长、资讯处长、副校长及国家卫生研究院合聘研究员等要职高一董事长陈建志表示,杨俊玉代理校长是以私立学校法及高一大组织规成第五条规定选出,并保持教育部的合法代理校长, 他希望高一大及学校附属机构能在杨代理校长的带领下提振士气,努力向上提升,不断精进,度过非常时期,让高一早日回归稳健发展。 高一大董事会与校长、校友会纷争延续两年,最早是董事会通过校长监督及考核办法,引起刘景宽反弹。 校友会也加入战火,猛逼董事会干涉校武,董事会今年1月选出借调至交通大学生科学院院长,小儿科教授终于只出任校长, 但因三名董事资格遭质疑而被教育部撤销董事资格,教育部要求董事会进行补选董事,并重启校长临选。 董事会后来重新选出被撤销资格的三名董事,但因终于制的校长资格持位或交部核定,高一大董事会5月31日选出杨俊宇担任代理校长。 高一大校友总会也表示,杨俊宇担任副校长王七到6月30日,7月1日起杨以非副校长身份,又即可代理校长, 不承认高一董事会违法所选出的代理校长,并强烈要求教育部能责令董事会应重新从教务长, 学生课勿常,总务常三长中临选一人为代理校长,校友总会批,教育部为高一大董事会之主导机关, 其可规避责任以以期回含董事会代理校长之报备,任由董事会自已解释为何准。 学校之代理校长其职权等同校长,教育部其可因无代理校长临选知名定法规及董事会私自权权主导, 而教育部却完全规避责任置之不管。